第143章 人无道 天罚之 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似乎在楚州城潜伏许久 就等着这一刻夺去郑国剑 他穿着青色的袍子 乌黑的长发 用一根粗略的玉簪竖起 虽然有着一张平平无奇的脸 可他握着郑国剑 独自面对在场六位绝顶高手时 那冷静从容的姿态 那狂放不羁的眼神 让所有注视着他的人 自然而然地认可了他的实力 这是一位可以与六位绝顶高手 争锋的人物 该死 郑北王不但要炼制血丹 竟然还安排了这么多后手 召集如此数量的顶尖强者 埋伏我和煮酒 轻言不熟领脸色大变 蹬蹬蹬往后退开 然后探出手掌 掌心呼得腾起气旋 远处的城墙上 一把把或破损的 或玩好的冰刃 宛如游动的鱼群 朝着吉利之谷汇聚 痴痴 冰刃组成的钢铁鱼群 在触及到气旋的刹那 融化成亮红色的铁水 铁水不断凝聚 排除杂志 重新凝聚成一把 常人无法使用 门板那么大的鞠剑 大凤凰室还有一位高品武夫 是山海关战役之后 晋升的高品 不可能 大凤凰室没有这样的人物 可你不是皇室中人的话 你怎么可能使用镇国剑 巨蟒竹九游动蛇区 撞倒一座座民社 在城墙边缘之起身躯 忌惮地观察着轻衣男子 竹九问出了众人的心声 他们把目光投向穿轻衣的年轻人 但回应他们的是沉默 浑身充盈血气 头顶扶着虚幻战魂的巫师 当场捕了一挂 而后 他发现镇北王 吉利之谷 竹九 还有帝宗道首都在看着自己 高品巫师张了张嘴 缓缓道 占补不出 他身上有屏蔽天机的法器 屏蔽天机的法器 众强者审视着轻衣男子 充满忌惮 并对他的身份愈发好奇 他身上有地书碎片的气息 他是地书碎片的主人 黑色莲花中央 那道粘稠农业的黑色人形 突然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 石油般的液体 推着他离开莲花 站在高空 充满恶意的眼神 盯着许其安 咆哮道 你是谁 你是谁 在场中高手一愣 有些恶然地宗到手的态度 听他所言 似乎不认识此人 却又是认识的 高品巫师皱眉道 你认识他 此人是何根角 漆黑人形不理 带着堕落和恶意的目光 锁定许其安 居高临下 咆哮道 金莲在哪里 金莲在哪里 金莲 他不就是金莲吗 入魔后的金莲 高品巫师皱了皱眉 此人不但拿起镇国剑 似乎还和地宗有莫大的干系 看地宗到手的态度 似乎是嫡妃有 吉利之谷和竹酒 不了解地宗的隐秘 只觉得这个不肃之客的身份 愈发神秘了 白群女子专注地凝视着他 也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他并不知道 许其安和地宗到手 有什么牵扯 这时许其安缓缓道 金莲曾恳求我 助他清理门户 斩入魔到手 我并未拒绝 只说来日闲暇之时 自会帮他 金莲欣然应诺 漆黑人行猛地暴退数十丈 恶狠狠地盯着他 像是责人而逝的猛兽 却又忌惮猎人的强大 黑莲是地宗到手 二品巅峰强者 此人竟如此轻描淡写地 把清理门户四个字复制于口 竹酒和吉利之谷心里一沉 强大如他们 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不只是因为对方手握郑国剑 还是因为他本身的神秘和强大 让两位北方强者感到棘手 真不是说大话 嗯 看黑莲的态度 似乎金莲并没有彻底入魔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 但黑莲口中的那位金莲 竟然恳求了这位神秘强者 那说明他真有这样的实力 想到这里 高品巫师心里泛起了危机感 每一位擅长补卦的巫师 在发现事情发展超出卦象所失后 都会丧失安全感 激烈的战斗停止了 这边的动静 引来了城内存活的江湖人士 以及守城士兵的关注 楚州城作为一州主城 一个月来 涌入其中的江湖人士 数不胜数 尽管刚才的战斗中 死很大一部分 但依旧有小部分人存活着 楚州城面积广阔 他们看不见战斗现场 但可怕的冲击波忽然停止 归于平静 引来了不少存活者的猜测 打 打完了 谁赢了 是蛮族 还是镇北王 肯定是镇北王 绝对是镇北王 如果镇北王输了 我们统统活不了 过去看看吧 你不要命了吗 对了 楚州城这些百姓 究竟是怎么回事 蛮族骑兵和妖族军队 缠住了大奉军队 但战况不算激烈 因为城墙已破 各自的首领 亲王在城中展开激烈争斗 他们已经没必要生死相向 更多的是相互牵制 即使是百战老族 或凶狂的蛮子 也是爱牺牲命的 不作无畏的牺牲 因此 各方将士能抽空旁观城内动静 雀永修站在城墙上 有些不安地看着突兀出现的亲衣人 分不清是对方内身与魏冤风格极为相似地穿着 让他本能地忌惮 还是因为一位高品强者的插足 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 大概两者皆有 楚州城一定要化作废墟 城中幸存的人也必须死 包括使团 如此一来 我才能掩盖图城的真相 只要没有证据 有镇北王护着我 加上我堂堂一等公爵的爵位 开国将领的子嗣 以及这些年镇守北京的功劳 即使是魏冤和王真文 也不能拿我怎样 希望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走 此人到底是谁 为何能拿起镇国剑 皇室还有这样的高人 不知道他的态度如何 嗯 怀王是大风亲王 他晋升二品比什么都重要 此人既然能拿得起镇国剑 说明是大风阵营 想必也会欣喜镇北王的突破 给予支持 却永修念头闪烁 不断分析利弊 另一边 杨燕跃上屋脊 眺望极远处的战场 以他的目力相隔极远 也能清晰看见场中变化 看见那个不知名的轻衣男子 握住了镇国剑 杨燕看着那道身影 眼神出现明显的恍惚 杨金罗 发声何事 为何战斗停止 你看到了什么 屋脊下 大理四成扯着嗓子喊道 使团里的护卫 士族警惕四方 防止有妖族 蛮子 甚至镇北王的士兵杀来 杨燕收回目光 淡淡道 有一位神秘高手出现了 他握住了镇国剑 什么 两位御使 大理四成吃了一惊 镇国剑何时出现在楚州的 他不是一直在永镇山河庙里 镇压气韵吗 还有 神秘高手握住了镇国剑 怎么可能 当年远景帝亲自把镇国剑交给镇北王 除了他当时已是战力无双的强者 还有一个原因 非皇室之人 无法取得镇国剑的认同 镇国剑是大奉开国皇帝的配剑 随他征战四方 一点点凝聚起大风气韵 神剑是有灵的 那 那人是谁 大理四成颤声道 杨燕摇摇头 低声道 他 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卫功 山海关战役时的卫功 说完 他陷入沉默 没有多做解释 那位神秘高手 是敌室友 刘玉石问道 不知道 杨燕摇头 而后补充道 但既然拿得起镇国剑 或许 或许是镇北王的后手之一 大理四成眼神一暗 刘玉石咬牙切齿道 所以 图城是早就谋划好的 就是为了推怀王一把 让他晋升二品 为此 可以出动镇国剑 可以牺牲38万百姓 38万人啊 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是妻子 是丈夫 是子女 是老人 就这么死了 全被死了呀 怎可如此 怎可如此 本官不甘啊 亲眼所见 城中百姓被血迹的一幕 远比看到公文冲击力 要强无数倍 几乎都成刘玉石心魔了 镇北王瞇了瞇眼 眼睛一转 笑道 你来得正好 打破了我们僵持的局面 北方妖蛮两足 屡屡侵扰我大缝边关 烧杀劫掠 眼下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杀了他们 大缝北境将永远太平 他先不管对方是谁 但既能得到镇国剑认可 便不可能是妖蛮两足的人 拉一拉仇恨 以大缝与妖蛮两足的救援 说服这位神秘高手 与他联手先杀了吉利之谷和竹九 至于屠城的事 等他想办法取回镇国剑再说 听到镇北王的话 吉利之谷和竹九如临大敌 把大部分心神转移到许其安这边 尽防他持着镇国剑杀来 我是来杀你的 轻衣男子随后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巅峰高手们一愣 露出惊恶神色 镇北王脸上笑容缓缓收敛 锐利地盯着他 你说什么 许其安不搭理他 缓缓浮空 凝于高出 而后 他的眉心浮现一道漆黑的 宛如火焰的符纹 他的身躯开始膨胀 撑裂衣衫 裸 露在外皮肤是 非人的漆黑之色 宛如玄铁锻造 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 这一刻的许其安 比帝宗道手更邪恶 浑身燃起黑色魔艳 如神似魔 这 这 到底是何方神圣 高品巫师 脸色不满震惊 九州何时出了 这样一位巅峰武夫 城墙上 城里 存活的江湖人士 缠斗中的蛮子 北京士兵 妖族 同一时间感受到了 这股邪恶的 强大的力量 这让他们险些握不住兵刃 心里涌起逃跑的念头 镇北王 你该死 空中 缭绕黑焰 如神似魔的许其安 声音滚滚如惊雷 仿佛天神宣布的命令 镇北王 你为晋升二品 一己之私 杀戮楚州城三十八万百姓 一条条人命在因你而死 北京百姓敬你爱你 把你奉若神明 认为是你守护了边关 让百姓免遭满足铁蹄 可你是怎么对他们的 你勾结乌神教 让他们变成行尸走肉 以乌神教密法洗炼精血 耗时音乐 此等暴行 罪大恶极 镇北王 你对得起爱戴你的大风百姓吗 对得起创业艰难的开国大地吗 对得起过往先祖的英灵 对得起那三十万条冤魂吗 你这个畜生 一声声贺问 想撤云霄 许其安说这些话的时候 脑海里闪过一个个 重箭倒地的百姓 闪过他们哭喊着求饶 却被尖刀刺穿心脏 闪过热血的书生大声贺问 遭残忍杀害后 依旧死死盯着屠夫的目光 那目光 绝望又悲愤 闪过把孩子护在身下 却无法保护他 连同孩子和自己一起被捅穿时 年轻母亲绝望痛苦的眼神 闪过正不正使的次子 死亡前疼痛哭泣的脸 闪过郑心怀嚎啕大哭的模样 一条条冤魂在嘶吼 在咆哮 在痛哭 许其安的三官 在怨魂的哀嚎中摇摇欲坠 今日不杀郑北王 终究一难平 数万名北京士族骚动起来 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说郑北王屠城 他说楚州城的百姓 是郑北王勾结乌神教座的 这不可能 楚州城的百姓 之前还活得好好 是蛮子和妖族工程师才死的 分明是他们用了阴毒的法术 杀光了城东百姓 议论声在士兵之间响起 回荡 有人破口大骂 有人茫然不解 有人激动地替郑北王解释 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受限于身份和见识 底层士兵根本不知道郑北王的谋划 更不知道炼制血丹的秘密 即使刚才亲眼目睹城中诡异的现象 但他们根本没这个见识 去理解眼前那一幕 当日屠城的士族 本就是高品巫师手底下的士兵 巫神教能操纵尸体和魂魄 能激发气血 自然也掌控着洗炼精血的手段 但前提是 那些人必须已经死亡 活人是无法被巫师控制的 以控尸之法 洗炼精血既隐蔽又安全 这才没有被蛮族和妖族发现 纵使术士也被瞒天过海 因为巫师本就有干扰天机和气数的能力 包括那些已经死去的百姓 魂魄被封在体内 直到血丹炼成之时 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底层士族如何能理解此中玄奥 除了这些士族 存活着的江湖人士 听着一声声贺问 呆若目击 而后涌起强烈的质疑 认为那个凶艳滔天的强者 是在诋毁镇北王 镇北王束手边关十几年 抵御蛮族 保卫疆土 是大凤武道最强者 他的功绩 天下人看在眼里 突然蹦出一个神秘高手 指责镇北王屠城 任谁都不会相信 满嘴胡言 真希望镇北王能斩了他 如果形势不妙 我等身为白丁匹夫 也要为楚州出一份力 楚州人不怕死 可是 那人拿着镇国剑啊 我听说 能得镇国剑认可的 只有皇室中人 他说的话 不会是真的吧 骂得好 骂出老夫心声 亲王又如何 此等暴行 与畜神合意 刘玉使激动得浑身颤抖 唾沫飞剑 此人必是我大凤凰室 隐藏的高手 他来替天行道 来讨伐镇北王了 直书凶义呀 如若牺牲百姓 才能换来一位二品 那我大凤活该亡国 镇北王他错了 他大错特错 大理四成愤慨道 文官们没有想到 竟真有强者站出来 痛斥镇北王 将他罪行揭露 并扬言要斩他 尽管不做好人很多年 可此时此刻 当这个神秘强者痛斥镇北王 他们心里泛起邪不胜症的喜悦 百姓可以死于战乱 死于蛮族和妖族之手 大不了杀回来便是 今日他图我大凤一城 明日我大凤灭他一步 本就是敌国死仇 不死不休 陈捕头握紧拳头 咬牙切齿 可百姓不该死在镇北王手里 他们临死都认为 镇北王是大凤顶梁柱 是守护他们的英雄 可这个英雄 却向他们挥动屠刀 攫取他们的精血 只为了自己能晋升二品 何其可悲 镇北王怎么下得了手 他是个狗贼 是个冷血无情的畜生 武夫自有血性 陈捕头已经全然不顾 对方亲王身份 只觉得镇北王死有余辜 至于镇北王死后 北境怎么办 呵 一个为了私欲 可以献祭一座城池的亲王 他不死 难道要等着将来晋升一品 献祭十座城 蛮族虽有烧杀掠夺 但杀的人反而没有镇北王多 山海关战役后 蛮族修养生息十余年 而后屡有侵略边关 也只是小规模的截掠 没发生过大型战争 而镇北王呢 三十八万百姓 说杀就杀 说屠城就屠城 将来他要晋升一品 怎么办 其他人同样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大理四成才悲痛中 发狠地说 希望此战蛮族胜出 镇北王面不改色 朗声道 阁下是何人 何故血口喷人 污蔑本王 却永修脸色一变 骤然握解了剑柄 此人是敌非有 竟是为了杀怀王而来 该死 该死 他该死 哪来的狗东西 为何要坏我大事 坏怀王大事 雀永修怒发冲冠 听到镇北王的话 雀永修心里一动 他在女墙上 喝道 众将士们 今日一切都是妖蛮两族的阴谋 他们想害我们的镇北王 文言 北京士族们恍然大悟 义愤填膺 妖族和蛮族不但要害镇北王 还想污他名声 可恨 恨不得杀光这群鼠辈 镇北王束手边关 多年未曾返京 是我等心目中的英雄 大家不要被那人蛊惑 镇北王不能死 他是大奉军神 大奉需要他 百姓需要他 我们誓死保护镇北王 北京士族激起了血气 大不了一死 也要用尸体 为镇北王铺出逃生之路 这时 高空中 许其安抛出手里的镇国剑 让他呛一声刺入地面 镇北王 镇国剑有灵 他能变中间 识人心 你若是问心无愧 那就问问他 选不选择你 许其安隐隐听见剑明 似在委屈控诉 控诉他抛弃自己 这一瞬间 远处的谩骂声忽然停了 站在城墙上的士兵 居高临下 死死盯着远处的镇北王 盯着镇国剑 不敢眨眼睛 在城下的士兵看不见 心急如焚 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 飞到城墙上 这个时候 除了几处 嘻嘻啦啦的战斗还在继续 大部分人都停止了拼杀 蛮子 妖族 还有大凤士兵 一边相互警惕 拉开距离 一边分神关注 镇国剑只认气运 不认人 本王身为大凤亲王 名声还在 气运便还在 怎么可能无法使用镇国剑 镇北王嘴角一挑 朝着高祖皇帝的配剑 探出了手 契机牵引剑柄 就要把他拔出 眼见这一幕 竹九和吉利之谷 以及白群女子脸色微变 本能地想要阻止 奈何方才一退再退 距离过远 此时再想阻止 来不及了 嗡嗡 突然 铜剑绽放 但金色的光辉 竟震开了 怀王的气机牵引 不让他碰 镇国剑拒绝了怀王 吉利之谷和竹九相视一眼 隔空传音 此人身份不明 但来头大的超乎想象 不要疏忽大意 纵使他针对镇北王 多半也不会放过我们 镇北王死活不论 争夺血丹 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莲花中央 漆黑人形 惊疑地盯着许其安 此人浮原身后不假 但并非大气韵之人 怎么会让镇国剑 对怀王气如碧履 镇北王 他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皇室 还隐藏了此等高手 是不是你们 大奉皇室的某位先祖 高品巫师悚然一惊 许多年不曾有过 几倍发寒的感觉 镇北王脸色铁青 沉声道 从高祖皇帝到武宗皇帝 哪一位巅峰武夫 能长生久世 他不是我皇室中人 说话间 他身形一闪 出现在镇国剑前 伸手欲拔 哇 但金色的光芒 瞬间炸开 气浪如海潮掀起 把镇北王推了出去 一道道剑气 击射在三平五夫的体魄上 剑起密集的火星 镇国剑 这把镇压大奉气运的神兵 这把曾经随镇北王 参与山海关战役 斩杀敌球无数的神兵 竟然因为镇北王的靠近 而产生这般的过激反应 远处的城墙上 哗然声四起 此刻城墙上 足有上万名士族 他们远远地看见这一幕 看见镇国剑 厌弃镇北王 抗拒他的触碰 众士族心里 仿佛有什么东西坍塌了 我看见了什么 我肯定是中幻术了 我看见镇国剑 在抗拒镇北王 镇北王 他真的屠城了吗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兵刃匡当坠落 许多士兵痛苦地抱住脑袋 嘴里喃喃自语 有人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极言吏色地质问身边的战友 希望对方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却不料战友已经崩溃 信念坍塌了 镇国剑是大奉神兵 开国大地传下来的戾气 在军武人士眼里 他的地位无比崇高 当年山海关战役 皇帝陛下举行祭祖大典 亲自取出镇国剑 赐予镇北王 这一段历史 至今还在军中流传 被津津乐道 成为镇北王众多光环中的一部分 正是如此 镇国剑拒绝镇北王的一幕 给了士族们难以承受的冲击 城墙之下的士族 看不到那么远 头顶响起哗然的瞬间 无数人抬头望去 然后 他们听见的不是欢呼 而是崩溃的吼声 看到的 也不是同袍的笑脸 而是一张张崩溃的脸 这 事实很容易猜到 镇国剑做出了选择 而这个选择 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这意味着 高空中那位神秘强者 说的都是真的 镇国剑厌弃了镇北王 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屠杀大奉百姓 他与镇国剑离心离德 人无道 天乏之 镇北王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许其安俯冲而下 裹挟着无边无尽的怒火 拖曳着滔天的魔艳 秀 镇国剑自动飞起 把自己交在许其安手中 他霸道肖狂 他威风凛凛 他如神似魔 其实真实情况是 他只是一个配音演员 镇国剑爆发出刺目的金光 悍然斩向镇北王 这位大奉第一武夫 脸色阴沉 毫不畏惧镇国剑的锋芒 手里长刀反辽 轰 仿佛数以百枚的火炮爆炸 可怕的冲击波席卷一切 催枯拉朽 把周围房屋坍塌的废墟 都吹得一干二净 从城墙俯瞰的士兵 清晰地看见 一道圆形气波扩散 成连衣状散开 凡触及之物 统统化作鸡粉 这一幕 只能用天灾来形容 镇北王手里的长刀 化作鸡粉 这是四天剑炼制的极品法器 削铁如泥 坚韧无比 纵使三品级的战斗 也能发出锋利的特点 切割敌人 但在镇国剑制下 他脆弱不堪 赤红色的巨蟒抓住机会 额头竖眼转动 蹦射出一道乌光 比闪电快 比念头急 修一下打在镇北王身上 镇北王身躯不可避免地出现僵硬 关节生色 眼睁睁看着铜剑展落 死 远处的巫师突然伸出手 对准许其安 用力一握 咒杀术 凉绕魔咽的不灭身躯如遭受机 承受了一定的伤害 批斩的动作也被打断 镇北王趁机出手 一瞬间打出上百拳 拳影密集 因为速度过快 上百拳只有一个声音 通 许其安宛如一颗出塘的炮弹 飞射出去 胸口略显凹陷 瞬息间恢复原样 九条虎尾宛如遮天蔽日的屏障 在许其安身后的高空展开 为他挡住颓势 刚于高空中顿住身形 下方风声呼啸 一股宛如石油喷泉的黑色年夜冲起 带着腐蚀一切 污染一切的架势 颇向许其安 轰轰轰 青色巨人狂奔起来 骤然跃起 以苍蝇薄吐的姿势 扑向黑色莲花 手中巨剑 化作刺目的骄扬 奋力披下 黑色莲花 在沛木能御的剑缸中崩溃 化作鸟鸟黑烟 与远外重聚 楚州城的地面 在这一箭之下 崩裂开岩棉树里 深不见底的裂缝 我讨厌别人用拳头打我 这次是神书自己的声音 黑色莫屈背后 长出十二条不够真实的漆黑双臂 肌肉囚结 每一条手臂都握紧拳头 十二只拳头同时落下 拳势快如残影 每一拳都会在大地上 制造出树杖方圆的拳印 镇北王快如闪电 时而冲锋 时而折转 凭借舞者的本能直觉 避开一个个拳头 双方在城中展开激烈混乱 因为人数失衡 不再是一对一的交手 彼此之间更注重配合 各大体系的法术纵横交错 你来我往 打得整座楚州城 几乎找不到完好之处 防射化作废墟 废墟化作深坑 河流改道 池塘被填平 自山海关战役后 九州成平二十载 还是第一次发生这个级别的混战 人类城池对于这些几乎站在巅峰的高手来说 一场战斗下来 就一位平地 这时 吉利之谷趁着几方三人拖住对手 一个藤月来到血丹前 从废墟中捡起了这颗蕴含巨量生命精华丹药 我大奉百姓生命精华凝聚的血丹 你一个蛮子 也配 许七安最先杀来 一剑斩在青色巨人手臂 斩出森森白骨 斩得青色巨人痛苦咆哮 赤中带蓝的鲜血如同喷泉 触目惊心 这一剑 险些把三平五夫的手臂斩断 威力齐绝 可惜儒家圣人的刻刀远在京城 又被书院封印 否则我能打十个 许七安心里惋惜 雪丹冲天飞起 九条胡尾卷了过来 巨蟒则直接扑起赤红身躯 遮天蔽日 似是要把血丹一口吞下 镇北王 地宗道手分身 巫师相继出手 争夺血丹 咔嚓 多方角逐之下 血丹当场崩裂 被军分成七个小碎块 没有丝毫犹豫 煮酒和吉利之谷吞噬了血丹 两人身上的伤势尽数修复 气息节节攀升 体魄和气机竟更上一层 事已至此 巫师只有吞噬气血 来维持自身状态 应对后续战斗 镇北王脸色阴沉 额头青筋一根根凸起 怒火欲喷 这本来是他的机缘 他辛苦谋划了一切 结果却被众人分去一杯羹 这下子 不仅丢了王妃 连血丹都没了 真正赔了夫人又折兵 镇北王把血丹丢入嘴中 嚼碎吞下 咬得咀嚼鸡凸起 仿佛吃的不是血丹 而是许其安 大 大师这些 这些都是我大奉子民的惊喜 许其安内心沟通神书 对吞浮血丹产生本能的抗拒 我有一招秘书 可以燃烧不灭之躯 让力量短暂达到巅峰 但需要庞大精血作为燃料 帮你提早结束这场战斗 许其安心里一动 是你生前的巅峰 神书沉默片刻 不是 但对付他们足够了 还有 我并没有死 许其安盯着手里的血丹 脑海里闪过一句话 屠龙的少年终将成魔 神书见他默然 不再犹豫 吞下了血丹碎块 好强大的力量 不愧是继练38万人而成的血丹 嘖嘖 郑北王 不如你把炼制血丹的秘书告诉我 我们一起屠城 一起晋升二品如何 吉利之谷舒展身姿 感受着庞大能量在体内化开 心情愉悦到达巅峰 的确 煮酒口吐人言 也遇到 我俩不会炼制这种血丹 胡乱吞噬声明 顶多滋补 没有这样效果 而你镇北王一个人 偷偷摸摸涂一层可以 再多 就要被监政给宰了 不如咱们三人联手 炼制第二枚 第三枚血丹 如何 他边说着 边扭动舌区 似乎体养难耐 要退皮了 高品巫师冷笑道 露死水手还不知道 白群女子看了眼许七安 哥哥笑道 本国主在陪你们玩玩 地宗道手不屑多言 血丹与他用处不大 他没有吞服 藏了起来 索性只是一句分身 他已提前获取了自己想要的 屠城的恶 怎么都是赚了 不介意再陪他们打一场 吞食血丹后 各方气息暴涨 都是自信满满 自身超越了巅峰 连带着对郑国剑的畏惧 也减轻了许多 镇北王撕裂甲咒 露出古铜色的体魄 淡淡道 本王一突破到此生为止的巅峰 既然血丹平分 你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朱九 吉利之谷 不如联手 先把这个家伙干掉 吉利之谷和朱九 立刻看向许其安 三只眼睛里流淌着深深的忌惮 镇北王这是祸水东引 把压力分担给他们 可这是阳谋 此人来历神秘 能驱使郑国剑 刚才的战斗中 对他们同样抱着敌意 如果镇北王死在郑国剑下 可以想象 此人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他们 而镇国剑的存在 又对他们具备实质性的杀伤力 威胁巨大 反观镇北王 他已经被镇国剑咽弃 实力又不比他们强 威胁不大 朱九和吉利之谷对视一眼 宁笑道 好 镇北王嘴角一挑 笑容森然 结盟达成 等杀了此人 夺回郑国剑 我再与镇北王 联手斩杀朱九 不除掉这个隐患 镇北王极可能会死 朱九杀不成 内心一番权衡 高品巫师做出妥协 刹那间 镇北王 巫师 黑莲 朱九 以及吉利之谷 都将目光投向许七安 五大高手形成默契 共杀此人 场上的变化 让城墙上围观的士族 密探 以及军中高手 猝不及防 士族们目光复杂地 看向截然而立 手持郑国剑的神秘人 白群女子没有插手 拔高身形 一副袖手旁观的姿态 她隐眼波凝视着许七安 似心喜 又似悲伤 神书 展现出你 真实战力的冰山一角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对视频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